这个主题我们来介绍双电池 就是把两个电池串联所得到的电池组 它的接法有两种 一种叫顺接跟反接 这样表示 顺接就是正负正负相接 正接负 还有一个叫逆接也叫反接 就是正正相接 或者负负相接 我们先介绍顺接 这里有四个半电池 这边是一个电话电池 这里是一个电话电池 两个电话电池顺接构成一个双电池 这里是鑫 这里是铁 这里是铁 这里是银 铁的活性比铁大 所以铁当负极 放出电子 所以是阳极 铁就是正极 得电子 所以是阴极 铁 这里是铁 铁 铁 活性比较大 当负极 放电子 所以是阳极 铁 活性小 得电子 正极 也就是阴极 这个电解翼要有铁离子 这个要有铁离子 这个要铁离子 这个要银离子 所以你看这里 负正相接 这里是正负相接 所以这个叫顺接 我们来看这个电化电池的电位差 新氧化了 所以新的氧化电位是0.76伏特 再加上铁离子 跑到这里 去接收电子 所以铁离子还原了 可是我们这边给的是氧化电位 所以方程式逆写 所以正0.44变成负0.44 所以加上0.44伏特 所以电位差是0.32伏特 再来我们看铜银电池 铜是氧起 所以它氧化电位 这里 负0.34 加上银是还原 银离子跑到这里 这里给你的是银的氧化电位 方程式逆写 这里负0.8变正0.8 所以这个是0.46伏特 所以静电压 把这两个相加 把这两个相加 0.78伏特 这是双电池的电压 好 接着我们要介绍 如果是逆接 也就是反接的时候 正正相接或者复复相接 这里一样银 这里是铁 这里是银 这里是铜 银铁电池 银的活性比较大 放出电子 当负极 是银银银铁 活性小正极 银银银 银跟铜 铜的活性大 代量负极 也就是阳极 阴就是正极 也就是阴极得电子 让我们注意电子流向 铜是阳极 所以铜也放出电子 所以这里负负相接 这个叫逆接 这里正正相接 两个电子流方向会冲突 所以我们要比这两个电化电子 使得电压比较大 可以决定电子流的方向 刚刚这里算过了 这个电位差是0.32伏特 这个电位差是0.46伏特 这个电压比较大 所以由它决定电子流的方向 所以电子流是这样子 然后这里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电化电池 那左边这个 就会变成电解电池 所以心变成得到电子 所以依照化学定义 它会变成是阴极 而铁这个电极本来是阴极 但电子流的方向从铁四出 所以它从阴极变成是阳极 正负的符号不变 这是物理学的定义 电化电池给能量 使电解反应可以发生 负接负 正接正 所以我们看他们的静电压 就这两个相减 接着我们讨论一下 以刚两个例子 四个半电池韧力组合 可以形成双电池 那可以产生几种不同的单电池 我们这样判断 心的活性最大 就氧化电位最大 心 铁 铜 银 它们的离子 前面有学过 左上跟右下 可以产生自发反应 这样可以反应 好 这边就三种单电池 我把它列出来 再来 左上右下可以反应 所以有铁铜电池 还有铁银电池 再来 左上右下可以反应 铜银电池 所以可以形成六种不同的单电池 我们看它们的电位差 就是电压是多少 铁铁刚刚算过了 0.32伏特 再来 铁铜电池 铁氧化 铁银化电位是0.76 再加上铜的还原电位 上面的表给你铜的氧化电位 负0.34 所以还原电位是 变正的0.34 所以加起来是 1.1伏特 再来,心银电子,心氧化电位0.76 银,上面是给你氧化电位,负0.8 所以银离子的还原电位,方程是逆写,负号变正号,变成正0.8 加起来,1.56伏特 再来,铁铜电池,铁的氧化电位是0.44伏特 再来,铜离子的还原电位,已经给你铜的氧化电位,负0.34 所以还原电位导过来,变正0.34 所以这个是0.78伏特 铁银电池,铁的氧化电位是0.44 再加银离子的还原电位是0.8 所以是1.24伏特 再来,铜银电池,铁氧化电位是负0.34 银离子的还原电位是0.8 所以加起来,0.46伏特 再来看,双电池的组合 可以这样组合 瞬接的时候 两个单电池电位相加 0.32加0.46 所以是0.78伏特 这里,1.1加1.24,2.34伏特 这里,两个加起来,也是2.34伏特 再来,是用红色代表反接的时候,就逆接 电位差要相减 0.46-0.32,所以0.14伏特 这里,1.24-1.1,也是0.14伏特 这里,1.56-0.78,0.78伏特 所以总共有6种双电池的组合 有几种电压 电压最大的是2.34 再来是0.78伏特 再来是0.14伏特 所以有三种不同的双电池电压 在25度C的时候,有四个半电池 A到珠,然后分别加入 严巧是硝酸钠溶液 然后再给你各个半电池的还原电位 如果将伏特剂用导线连接 C跟珠,则伏特剂的毒数是多少? 铜镍电池 镍的活性比铜还要大 所以镍发生了氧化 它的还原电位是-2.3 方程是逆写,所以变正0.23 再来,这里铜离子的电子发生了还原 还原电位0.34 所以电位差就是加起来 0.57伏特 等于0.57伏特 再来,镍片所发生的反应 就镍片会溶解了 再来,如果吸烧杯中 铜离子的浓度由1m变成0.1m 则毒素有什么变化? 我们看这个全反应 铜离子浓度减少 铜离子浓度减少 在这里 如果将伏特技用导线连接在A珠 两个半电池间 然后导线连接银跟铜 就形成双电池 毒素是多少? 银跟银 这里是羊起